谁敢动我的牙 有个人牙疼去找牙医 牙医给他做了检查 发现他的一颗牙坏了 需要拔掉 这个人很害怕 不想拔牙 医生告诉他 有麻药 一点也不疼 但是这个人还是很紧张 就跟医生说 我可以抽一支烟吗 医生说 医院里禁止抽烟 病人又说 那我可以喝一杯酒吗 为了让病人安静下来 医生找来一瓶酒 给病人倒了一杯 病人看到酒 非常高兴 一下子就把酒喝光了 喝完以后 他感觉好些了 就又要了一杯 这次喝完以后 他笑着对医生说 我还想再来几杯 医生没办法 只好又让他喝了一杯 看他喝完以后 医生说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不怕了吧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护士也准备好了 手术的东西 请他躺在椅子上 没想到 他刚躺下 就又跳了起来 并且大叫 我才不怕 我谁也不怕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的牙